这个 虽然不是围屋 墙面上的裂痕 从上到下 谁能够住得心安 这个就是要游戏之前 看见慈祭人盗法 仔细询问 了解灾况 紧绷的心有了此刻的传习 我们来这里 接受震撼教育 地震的震 能够同理受灾的心情 灾后第三周 全台超过百位修缮志工 已在花莲各乡镇 协助建筑物补墙 他们不只是补上水泥 还盯上铁丝网 两面做固定 费工又费时 如果只是补水泥的话 它是表面的 那所以我们也用 我们的专业的技术的观点 是双面用铁网去补墙的 程序0918 预理墙镇的经验 彼此合作有默契 尊重专业也随时补位 即使是力气较小的女众 也能够帮忙获水泥 不单是自备水泥和工具 现场缺什么 需要什么 立即有人主动填钩 钱是小事 而是说我们可以立即的 为我们的乡亲 马上让他安抚他的心 让他整个可以安心的 安住在当下 质工想要修复的 不只是房子 更想要尽快 找回安定驾驭的力量 戴新闻这三美职工 吴静辉 叶静红 何焦花莲报道